乳橋這個名字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唯一是我爺爺都提到 想喜歡一個橋字 想個名字有 所以中間選多個字配合一下 但其實沒有一個很特定的意思 《板狼特拱》是我第一部正式拍的電影 這個角色有一個很厚的眼鏡 眼鏡有900多度的遠視 所以戴了之後眼睛會放得很大 你看看就好看 但我看外面的世界是斜了 所以我會吐 開頭拍 後來我發現吃雲朗丸是解決到這個問題 裡面我是導演胡耀輝的妹妹 由於導演就要去參加這個選中國好男兒的比賽 我當然是支持他 因為他贏了是可以給我錢做手術 醫好眼睛的 過程中也有我名戀多年的龍哥 Ronald的出現 重遇他我的名戀又更加猖狂 這個故事發展下去也是很有趣的 Ronald是一個很搞笑的演員 他搞笑的地方 是因為你身邊有些朋友可能都很搞笑 但他做喜劇是兩件事 他對喜劇的感情是 我想是他如生俱來的 因為他掌握得很好 每一件事經過他演繹 或者經過他去修改 總之就會由好變成完美 飄放首先要過千萬先 香港要開口中 還有我也一定會大事慶祝 其實他的上映我已經是大事慶祝的 因為覺得這個作品對我很重要 我不能代表Ronald說 但我知道對阿媽也很重要 所以這一部戲是十分期待的 由他上映一直會慶祝到羅華為止 想挑戰的角色可能是一些傳記式的人物 因為譬如猛龍這樣 導演會給很多意見 我們在萬子君角色的設定上 連他的小動作 他的步速 他的眼神 他說話語調一定會 都是我們大家去量度出來 設計出來的 但如果做一些傳記式的角色 譬如武則天 從年輕到老 不是同一個設定套用到尾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其實這件事 到現在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要投訴 因為那碗東西只是31元 31元裡面有番茄 有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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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通粉 有湯 其實確實你現在走去哪裏 都未必指這個價錢 唯獨事實 他真的沒有熬過番茄湯給你 而且你不要告訴我 加5元會有 因為真的沒有 所以我只是覺得他實在是太creative 還有我本身叫作手打開的時候 都已經說沒有不要緊 他說的時候 我已經原本發眼妝 專門另一邊看他 然後見到他 是好加5元 那我就OK 誰知原來就加成這樣